委托合法地震室签约注意事项 阿元,你房屋办好过户手续了吗? 还没耶,不过我已经和卖方约好明天到你介绍的地震室事务所签订买卖契约了 这样啊,除了买卖契约外,你和地震室签订委任契约时 记得要看清楚契约的内容才能避免发生争议哦 契约内容?有哪些契约内容是我需要注意的呢? 比如说,委任办理事项及报酬,报酬给付方式等,都是要留意的哦 啊,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细节 对啊,还有在签约付款和交付个人重要文件时,要签收并确认数量 另外,签约付款时,也要请地震室提供收据,才能确保自己的权益哦 你提供的资讯真的太重要了,等我入新居时,再邀请你来我家做客哦 好啊,那有什么问题? 为避免消费争议,委托合法地震室签约时,请逐以下列事项 一,降读委任契约内容在行签约 二,地震室办理业务时,收取费用项目级标准,付款方式,应付文件数量等 皆需逐一确认,并请地震室提供收据,以避免争议 另外,买房子是人生的大事,你也可以透过双地震室方式保障双方权益 想知道由双地震室代理相关作业流程,请扫描QR Cod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